第291集 彩虹屁,低调的装逼 田潇潇今天穿了件稍微正式一点的连衣裙 手里拿了一把小提琴 身后的工作人员立马就把田潇潇的资料分发给了诸位打分的老师 三集 恩格先生身册唯一坐着的M周老师一翻资料就忍不住出声 三集 还是刚进协会两个月不到的 田潇潇是魏大师的弟子 人家可能两个多月就达到了四级 说话的是经邪里站在黛然这一派的老师 一通暗损 毕竟所有人都知道 两个月不到从三级到四级 太难了 尤其这个学员各方面还并不是特别出色那一挂的 听是魏大师的徒弟 恩格先生有些感情趣 他低头看了眼资料 挺惊讶 还是自己创作的曲目 魏大师也有些惊讶 他原本以为这一次只有上秦染一个人会拉自己原创的曲目 没想到田潇潇竟然也会有自己的创作曲目 外面有转播录屏 田亦云跟秦宇等人漫不经心地看着 知道田潇潇是里面唯一的三集 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意 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意 林学也是三集 不过他并不参赛 只是陪同田亦云一起来的 除了这些老师 观众席上也做了新生学员跟小提琴协会的其他人 屏幕上 魏大师看了田潇潇一眼 笑 开始吧 田潇潇朝各位老师驱了一躬 然后闭眼酝酿了一下 头顶的聚光灯一下子就变得暖起来 田潇潇终于手才动了 轻快地琴声插起 欢快跳脱 纯净轻松的协奏曲 田潇潇在这场小提琴演奏中如鱼得水 他拉小提琴的时间没有汪子风长 可他的几个有些难度的技巧都把握得淋漓尽致 起始连弓 柔弦 短颤音 他的音乐本来就是欢快类型的 短颤音的加入使得他的曲目赋予了生动的灵魂 几个老师 连恩格先生都不由看向田潇潇 音乐不错 还能再炫技吗 然而下一秒 双弦颤音 小提琴里比较难的一个技巧了 颤音跟柔弦不一样 他拼的是实力 能看得出来 田潇潇掌控得非常好 炫技没有那么多 那么繁杂 但运用衔接得太美妙 尤其是自创音乐里的灵气几乎要行扑出来 这是一场听觉盛宴 五分钟不到的音乐 观众席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的天甜潇潇是达到四级了吧 这肯定有四级 我四级都达不到他这样的状态 他不是才来协会两个月吗 看看评委给了多少分 现场的气氛瞬间高涨 坐在看台上的学员跟其他会员们 一个个激烈地相互讨论着 戴然从一开始的不在意 到现在整个人说不出一句话 两个月从三级到四级 魏大师十分淡定地看众人一眼 笑 各位老师 打分吧 其中有一位老师给了九十分 其他都是八十几分 魏大师跟恩格先生都破天荒地 第一次给出了七十分 前面的四个人基本上就是七八十分的徘徊 还是第一次出现了九十分 尤其魏大师跟恩格先生给了七十分 田潇潇拿了话筒 鞠躬感谢各位老师 最后还说了一句致谢词 十分感谢我人生的导师魏大师 感谢我组内成员秦冉和汪子峰 尤其是我的组内成员秦冉 秦冉帮我编曲 半句话不离秦冉 魏大师不由摆手 笑马 行了 你下去吧 田潇潇最后意犹未尽地说了句感谢词 才拿着话筒离开 刚到后台 就看到李雪愣愣地看向自己的目光 田潇潇伸手剥了下头发 没理会她 只是笑眯眯地看向秦冉 秦老师 我没让你失望吧 有几个人跟田潇潇潇他们没什么纠葛 就大方地上前询问 田潇潇 你也太厉害了 两个月就从三级到四级 若是平日里 田潇潇潇懒地说这些 可今天 田潇潇慢悠悠地转着墨镜 笑 你们也知道我小提琴拉得一般般 进协会的时候还是垫底进来的 能这么短时间那道四级 说起来是要多亏我的组员秦冉 都是她 秦冉面无表情地拿起身侧的鸭舌帽扣到自己头上 还往下压了压 然而这些话对其他人影响却很大 老成员不知道 但新成员却知道 田潇潇刚进来的时候一点也不起眼 确实是进来的三十个新成员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今年新进来的新学员共总就三个三级以上的 两个月过去 这些新学员三级的还是三级 然而跟他们同一批的比他们还弱的田潇潇突然成了四级 而他们还在三级 他们的训练室还有其他方面都一样 除了某一点 他们没有队员秦冉 这还只是两个月 若时间长一点 一年两年又该是达到几级 五级六级 林雪一想到这些浑身都在颤抖 她知道知道自己不该想 可又忍不住低头看自己的手 两个月前 就是这双手推举了秦冉 她有些失控 跟田一云说了一声就出去了 田一云现在心态也不稳 并没有管她 随意地应了一声 第六个参赛人员很快就表演完 第七个人是汪子峰 她也是新会员中很受大家看中的成员 观众席上 一行新人都知道秦冉 田萧萧 汪子峰这三个人是一组的 看到她上台 这群新学员都低声讨论着 你们说田萧萧到四级了 汪子峰会不会到五级 这 不可能吧 田萧萧两个月都可以 汪子峰万一可以呢 当然 这行人大多是不信的 三级到四级 跟四级到五级不一样 正说着 汪子峰已经开始演奏了 很意外的 她演奏的也是自己的曲子 跟田萧萧不一样 她的曲风厚而又庄严 也是连弓开场 一小段回旋去引子之后 热烈蓬勃的气势迸发出来 她学琴十几年如一日 所用的技巧繁多又杂 连弓 跳弓 钝弓 连续换把 滑音甚至附调双音 作为老师的重点观察对象 大部分人都知道 两个月前 汪子峰的换把都不是特别娴熟 附调双音更是见都没见过 跟田萧萧完全不同的一场听觉盛宴 分明就是五级学员的程度 戴然一脸懵懂地看向汪子峰 为什么她以前没发现这个学生 各位老师 打分吧 魏大师依旧是叫醒各位老师的一员 这一次毫无疑问 四个九十分 一个八十八分 这八十八分是文英给的 最后魏大师跟恩格先生又同步地给了七十五分 汪子峰拿好琴 也先是感谢了各位老师 然后开始了 非常感谢我的组员秦冉 后台的秦冉 他再度压低了鸭舌帽 看到得分 底下的观众不由小声嘀咕 这才七十五分 魏大师跟M州协会的那人是有多严格了 谁能让他们上八十分 我估计难 没多久 就轮到十一号学员上场 后面的工作人员给给魏老师递过来了资料 魏大师随意地接过来 看了一眼 秦冉的二十号是他安排的 所以接下来的表演赛他也不在意 直到他看到了上面显示着的十一号学员的姓名 秦冉 魏大师猛地清醒 这是怎么回事 魏大师偏头 询问工作人员 排序是不是弄错了 工作人员一愣 后台给我的就是这个 十一号学员原本是谁 魏大师沉声开口 弄错了 秦冉是二十号 让他们把人员换过来 身侧的戴然翻了下资料 偏头 魏大师 十一号原本是秦宇 应该是他们协商之后换的 既然定了就这样吧 他心里知道 肯定秦宇在后台做了什么 换掉 魏大师把资料递给工作人员 听到这一句 戴然面色也不好 但恩格先生他们在 戴然还是压低了声音 魏大师 不能好事都让你的徒弟全都占了 最后一个位置才能让恩格先生他们记忆更加深刻 第二百九十二集 顽虐 魏大师搭着桌子的手一顿 他看向戴然 声音发沉 你是这么想的 你以为我让秦冉最后是为了他 我知道你想要你的学员拿最后一个位置 我也想要我的学员拿最后一个位置 戴然看了魏大师一眼 开口 魏大师一双眼睛浑浊又透着一丝金光 听着戴然的话 他深吸了一口气 好 他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转身又拿回了工作人员手上的资料 看到魏大师妥协了 戴然露出了笑容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毕竟魏大师还是魏大师 戴然虽然因为几个徒弟在协会站稳了脚 可魏大师执意要再次换排序 戴然也没有办法 眼下魏大师不跟他争这个自然是好事 文音就坐在两人中间 他知道秦冉是二十号 魏大师吩咐下去的 如今变成了十一号 文音一看戴然的表情 就知道戴然心里在想些什么 不由摇了摇头 魏大师跟戴然不一样 他把秦冉安排在最后一个 是为了前面学员的得分 毕竟有M周的人在场 魏大师很顾全大局 要是给秦冉先表演 文音有些预料到接下来的惨不忍睹 戴然 知道事实真相的文音看向表演台 不再说话 秦冉是这几年唯一出现的五级新生高级学员 老师们对他的关注比秦冉还要多 他今天穿的依旧是休闲风 白色T恤 黑色长裤 简单又干净 一位老师看着他上台 不由看向魏大师 魏大师 汪子峰跟田萧萧都升了一级 秦冉不会也升了一级吧 魏大师只笑笑 并不回答 他看着台上的秦冉 也有些期待 看着魏大师的表情 这些人面面相去 尤其戴然 也微微瞇了眼 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难道真的到了六级 三级到四级 四级到五级 他们都还能理解 可五级到六级 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不 不会吧 没那么变态 我也猜他下个月到六级 这一行人心里觉得不可能 从理智 从现实上分析不可能 但刚刚田萧萧跟汪子峰的突然表现 让他们不由有些动摇 一行人看着秦冉的方向 秦冉也是演奏自己的创作曲目 舞台上 一束白色的聚光灯亮起 秦冉舒然睁开眼 灯光下 他那双漆黑幽深的瞳孔分毫必现 嘴边没什么笑 但能就这么站在那里 也能感觉到一丝干净利落的帅气 是秦冉 我知道他 魏大师的首席大弟子 终于等到他了好期待 不知道他能有多少分 肯定会比汪子峰高 几个九十 这两个月 秦冉是魏大师徒弟这件事 在协会里传得很猛 只可惜秦冉向来神出鬼没 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蹲到他 演奏开始 一上来就是情感分明的极茬 所有人的心都被狠狠地震颤了一下 一开始秦冉就用重断弓 顿弓演奏出了强烈而又激昂的气氛 双弦颤音以及高位执法一连串的出现 不只是听众 就连七位打分的老师也有些懵 这一开始就这么高能地炫技 接下来怎么办 音乐逐渐步入高潮 秦冉的这首曲子上刺激强烈 颤音从开始就快打 演奏到高潮的时候张力很猛 波奏 滑奏 这还是自己的编曲 对技巧的运用 对曲风的把控也太娴熟了吧 这编曲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有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效果 紧张地顿弓之后 一道漂亮的声音忽然响起 等等 诸位老师眼前都是一亮 这是小提琴中最漂亮的声音 泛音 也是卫大师名震M周的成名技巧 每个小提琴手所按出来的泛音是不一样的 需要很多次的训练跟本身对小提琴的理解 这几个都是小提琴上难度极其大的技巧 从一开始到现在 几乎没有人能娴熟地运用泛音 因为一旦运用的不好就是减分点 可这次的泛音用的漂亮 高级学员中都很难见到这么漂亮的颤音 太漂亮了 跟前面的十一个人完全不是同一种水平 即便是在M周协会中也难得一见的表演赛 三分半的时间过得非常快 在所有人还意犹未尽的时候 声音嘎然而止 无论是观众台还是第一排的一群老师们都震撼了 一瞬间陷入了安静 恩格先生在M周见关了大场面 激动又兴奋地看向魏大师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的这个徒弟给我的惊喜太大 就算在M鞋的清秀名单上也能排入前三名 魏大师没有立马说话 因为他自己也没想到 只是震撼地看向秦然 魏大师是知道秦然总有种游戏人间的态度 一开始他预料到了秦然一定会到六级 可现在 秦然不声不响的 无论是技巧还是演奏方面 确确实实达到了七级 这些老师议论的声音也传到了观众们的耳里 一行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说什么 老师们是说秦然到达七级了吧 好像是的 他们之前猜测秦然五级到六级很难 可没想到秦然连跨两级直接到达了七级 新生刚入会不到一年就到达七级 协会历史上雨出现过吗 秦宇上个月到达六级 就让一群学员们震撼了 毕竟协会中二十五岁以下能到六级的人不多 秦宇还这么年轻 眼下跟秦然这变态比起来 好像就非常不够看了 最终还是卫大师开口说话 好了 打分吧 卫大师跟恩格先生两人都给了本场最高分 九十分 维音什么也没说 直接给亮出了一百分 其他老师都给了九十五分 毕竟还要照顾一下其他表演者的感觉 可即便这样 秦然也是唯一一个全九十以上的学员 还剩最后一个待人 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迟迟没有开口说话 维音心里不由摇了摇头 秦然这中场一表演 后面的学生几乎就没什么看点了 评分也会大大不如前面 因为秦然的这场表演太过震撼了 那些学员大部分都是四级左右 秦然七级 这怎么比 不过这也不是文音所关注的事 他只是提醒戴然 戴老师打分了 比起戴然 更加后悔的还是后台的那一群人 一个个面色都变了 秦然的这场表演对他们影响太大了 可以预见 就算是同等水平的 前十名的分数一定会比后十名的分数高 他们差点没疯了 老学员一开始给秦然还有秦宇换号码牌 就是因为不想被秦宇的六级影响 谁知道 换来换去 竟然把最猛的秦然换到了十一 其他几个人面色也有些黑 他们一开始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没有阻止老学员 眼下却是后悔得要命 尤其是田亦云 他就在秦然后面一个 影响肯定是最大的 工作人员已经在叫他的名字了 他拿着小提琴 十分忐忑地上台 到最后七个老师打分 他的最高分也只有七十五分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下 他最少有三个八十分的 其他人比田亦云好不到哪里去 后面的几位选手 没有一个达到九十分 你想要九十分 几乎都是七八十分 秦然也才九十五分啊 你得有多牛皮才能达到九十分 你是七级吗 还是你是六级 至于唯一一个本场最后表演的 六级表演者秦宇 本来他要是排第一的话 该是第一个全场达到全九零的 毕竟六级在他这个年纪 也非常少见 但因为有秦然在前 恩格先生只给了八十分 魏大师也给了八十分 至于其他人 有人给了九十 有人给了八十九 到最后 秦宇得分跟汪子峰几乎也差不了多少 可明明 这两人差了一个等级 秦然不知道最后秦宇的得分 因为他演奏完之后就来到了京大 身后慢悠悠地跟着成卷 八月底 新生要开学了 第二百九十三期 秦妇来京城 物理系的大宝贝 京大的新生报到时间 要比其他学校早一点 今天还没正式报名 但提前两天来看学校的新生也不少 秦然今天过来也不是报名 头顶太阳很大 他停了两步 才看成卷 指了指一个方向 这边 成卷抬头看了眼 笑得散漫 是 秦小姐 你来过京大 成木跟上来 他拿着把遮阳伞 他原本是给秦然带着的 当初成管家定制的时候 还特定的稍微少女 伞外圈有一圈白色的蕾丝边 然而秦然扣了顶鸭舌帽 没用遮阳伞 成卷两手插在兜里 那慢条丝里的模样 也没有要打伞的意思 成木就僵硬地打着 把蕾丝遮阳伞 跟在两人身后 他一个一米八三的硬汉形象 一路上迎来了路过的人 奇异的目光 当然 目光看得最多的 还是秦然跟成卷二人 秦然抬头看了眼前方的路 顺便压了下鸭舌帽 淡定地回他 我昨晚查了一下 惊大的地图 成木张了张嘴 有些想说你昨晚 不是一直疯狂地练习小提琴吗 当然 没敢说出来 秦然今天是来解决第二专业的 他报考志愿填的是自动化 所谓的自动化 就是能让机器人 代替人工的设备 或者一系列智能系统 这个专业秦然就是去报个名 该学的他从九岁的时候 在陆之行那里 陆陆续续看过不少书 陆之行也教过他很多内容 听陆之行提过一点 他当初也是精大自动化的学生 因为感觉到了 秦然在这方面的天赋 陆之行有很用心地教他 他自己也自学了不少内容 所以在这方面秦然不担心 秦然需要自动化的毕业证书 不过他今天是来搞定第二专业的 基本上所有的院校第二年 才会开放第二专业 秦然不想浪费一年的时间 直接就找来物理系的院长 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 秦然低了低头 是秦琳的信息 姐姐 我们到了 你弟弟他们 成卷低垂着眼眸 半遮住眸光 秦然点头 指尖漫不经心地转着手机 不紧不慢地回 在校门外 成卷笑 他朝成目抬他下巴 你去接 物理系办公室 这些天还在放假期间 学校的学生并不是很多 物理系院长在整理新生的资料 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中年男人 外面有人敲门 院长抬了抬头 进来 成卷打开了门 让秦然先进去 有些反光 院长没有太看清秦然的脸 等秦然跟成卷都进来的时候 他才看清 成少 又转向秦然 略微思索了一下 也认出来 你是秦然 秦然的资料经大早就收录了 当时知道秦然选了物理系的自动化专业 院长还被其他几个系的院长围攻过 全国卷747文化课的状元 还是个女生 还是个长得非常好看的女生 物理系的大宝贝 他自然是认得秦然 他手撑着桌子 笑 两位快坐 心里也惊讶着两人的关系 这位是江院长 成卷给秦然介绍了一下 秦然就礼貌地跟江院长打招呼 江院长 你好 对了 江院长坐了回去 笑眯眯地看向秦然 对于物理系的新上人大宝贝 他丝毫不吝啬笑容 又指着对面的中年男人道 这是你们自动化专业的周颖博士 一行人说了几句之后 秦然就说了来意 等等 周颖听完 沉默了一下 然后看向秦然开口 你说你现在想抚修什么专业 何工程 秦然重复了一遍 周颖沉默了一下 没有再说话 只是下意识地皱了下眉头 江院长也惊住 好一会儿才开口 我们大二才开启第二专业 而且 秦然同学 我建议你只专心一个专业 毕竟贪多嚼不烂 这才开始就分心 在哪个领域上都走不到最高点 秦然是学校关注的焦点 这会儿他突然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着实让江院长感到难办 他知道大多数天才都很自负 可能因为前面的路太顺了 让他自信地有些过了 江院长说完 还看了眼成卷 成卷只随意地坐在凳子上 慢条丝里地喝茶 江院长看过来的时候 他只是调了调眉 不发表什么 周颖眉头依旧是凝着的 大一就开始修两个专业 那你准备时间怎么分配 江院长坐直了身体 声音严肃 秦然是周山好不容易从A大那里抢过来的 也是物理系今后培养的一个人才 江院长实在不愿意踏入歧途 秦然依旧是刚刚那个模样 特别理直气壮地回 专心学合工程 江院长 那你为什么要选自动画 就是这时候成目带着秦林跟秦汉秋进来了 江院长是认识成目的 不认识秦汉秋 看到成目站到了成卷身后 他就没有多问什么 现在最关心的还是秦然的事 江院长 自动画每年的期中检测 期末检测我都会考 秦然想了想 开口 如果哪一次我没考第一 我就退出自动画专业 专心学合工程 周颖 你为什么选了自动画 还想着要去退出 这句话挺自大胆 周颖听了会儿 被秦然气笑了 他恨不得拿戒指把秦然敲醒 秦然同学 你以为我们自动画是什么好学的 不上课也能考个满分 秦然摸了摸鼻子 心里想 是啊 然而他没说出口 今天要是秦然一个人来的 江院长直接就关门 不理会他的胡闹 可偏偏旁边坐着一个喝茶的成卷 成公子在京城名声太盛 不过江院长也是有对策的 他想了想 看向周颖 周博士 你们专业上学期期末的专业考卷还有吗 京大每年的期末期中考卷都非常难 毕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高校 最近几年也排到了国际前五十 每点专业水平也不敢去申请 听江院长一说 周颖就知道江院长的意思 他拿出手机让手下的一个辅导员给他发了去年期末的试卷 直接就在江院长的办公室打印机上打印 江院长这才看向秦燃 这是自动化系级年大一期末的试卷 你能做到到及格 我就批你的第二专业 秦燃沉默了一下 你确定 江院长缓了一口气 当然 等待的过程中 秦汉秋一开始拘谨 后来也发现周颖有些生气 不由小声地询问程墓 语气里有些焦急 程墓知道今天秦燃是来干嘛的 不过他也知道秦燃是云光财团人工智能内部人士 所以特别淡定地小声地给秦汉秋解释了一句 秦汉秋一听就没程墓那么淡定了 他焦急地回 那怎么办 然然会不会给他老是留下不好的印象 程墓摇头 小声道 您放心 不多时 周颖就打出了四张卷子 都是大一的卷子 周颖知道秦燃高考数学150 所以高等数学的期末试卷他没敢拿出来 怕到时候数学系的院长不死心 其他杂七杂八的基础课他也没打印 最后打印出来的是四门核心课程 大学物理 电力系统工程 智能控制 计算机程序 周颖把打印出来的四张试卷给秦燃 秦燃就接过来 看了一眼 江院长已经走到一边了 把办公桌让开 给秦燃写试卷 周颖看了眼秦燃 他知道秦燃的理宗很好 周颖估计秦燃的大学物理考卷不会太差 毕竟物理高中也有延展 大学也有不少高中的内容 但其他的三门 尤其是计算机程序 大一下学期才会学到 高中还没有任何一点延展 大部分刚接触到计算机的自动化学生 一些程序代码就能让他凸个头 最重要的 知道京大的期末考题有多难吗 都是各大教授用心出的考题 还是他特别找的挂科最多的四门试卷 周颖也端了杯茶 心里轻哼一声 小朋友 第294集 全都满分 顺手黑系统 笔给你 江院长把手中的笔递给秦燃 秦燃接过笔看了一眼 拉开凳子做好 没有立马写 只是低头翻了翻这四张卷子 都是大一的专业课 从大学物理一直到计算机程序 看到最后一张计算机程序的试卷 秦燃手顿了一下 当然 这最后一张试卷对没有学过人来说 摸不着头脑 周颖看出来秦燃的迟疑 他当时只是找大一的辅导员 要挂科最多的试卷 所以说大一的课程并不是你 不是 秦燃抬了抬手 指尖敲着笔 认真的问 这最后一张试卷需要上机操作 里面有程序 江院长拿着茶杯 笑眯眯地站在一边 好脾气地开口 用我的电脑 用我的 秦燃点点头 谢过 好 这种需要上机操作的试卷 每年精大考试的时候 都会专门开辟出来考试机房 大部分都是做了一半的系统程序 剩下的给考生完成 随便用一台电脑 连题目都办程序都没有怎么做 周颖站在一边 本来想跟秦燃说可以去机房操作 但看到秦燃这么干脆利落地说好 他忽然就憋下来 也不提醒了 老神在在地捧着茶杯 让你小看自动画 一边的秦汉秋看得胆战心惊 再三追问程墓有没有事 倒是秦灵 淡定地坐在成卷身侧玩手机上的游戏 程墓安慰了一句秦汉秋 就低头看秦灵手机上的游戏 一个跳格子的游戏 方方正正地 看起来还挺有意思 程墓觉得适合他 就低声问他 你这是什么游戏 在哪里下载 秦灵面无表情地看了程墓一眼 顿了顿 又把目光放在他手上的蕾丝伞上 不知道用什么语气开口 下载不到 姐姐写的程序 程墓 他抹了把脸 又转回了头 两人声音小 秦汉秋听不到他们的对话 只是低头看了看秦灵 他怎么就不担心他姐姐 来京城的时候最开心的不就是秦灵吗 他写的时候 周颖江院长就在一边和成卷聊天 秦染是按照卷子的顺序来写的 最开始写的是大学物理 大一的内容还不是那么特别深奥 但出题人确实挺刁钻 哪个学生没有认真听课认真研究这门学问很容易掉坑 秦染看过陆之行的书写得挺流畅 大学试卷跟高中不一样 试卷的题目没高中那么多 只是四个大题占分比例高 秦染做完大学物理也就半个小时 电力系统工程跟智能控制没有大学物理那么刁钻 尤其电力系统 大篇的电力图一看就知道 两张卷子做完也不过四十分钟 一个小时多一点 他把三张卷子写完就打开桌子上的电脑 江院长借用一下你的电脑 江院长有些愣 你三张卷子写完了 这才多久 秦染瞇着眼睛 先输入了一串代码分析电脑数据 文言嗡了一声 就开始在计算机上操作 江院长电脑上只有办公软件 他直接打开编辑器 电脑上没有题目 他就按照题目上的提示 弄了一个半成型的程序 这一边 周颖放下手中的茶杯 走到秦染这边拿过来他的三张卷子 全都写满了 他没时间研究题目 直接找上一届大一的辅导员要答案 上一届的辅导员头疼得要命 好不容易拿到了试卷 又要开始在数据库翻找答案 没两分钟就发给了周颖 周颖做好 把手机放到一边 没拿笔 就对照着答案跟试卷看 他表情很淡定 看着看着 本来淡定的脸渐渐崩裂 漫不经心的态度也变了 他渐渐坐直了身体 江院长观察到周颖的态度 不由看了他一眼 周博士 周博士没有理会他 并迅速拿起了下面一张试卷 几乎眼也不眨地对照着答案看 整个人就变得十分严肃 又迅速从严肃又变成了目瞪口呆 他疼得一下站起来 又连续对照了三张试卷 周博士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拿起手机 给辅导员发过去一句话 你确定你拿的是挂科最多的试卷 手机那头的辅导员很年轻 是周博士之前的徒弟 还以为自己犯什么错了 战战兢兢地回了一句 是啊 您是对题目的难度不满意吗 那我今年跟各位认课老师说一下 加大考试难度 周颖拿起大学物理看了一遍 只看了最后几道大题 确实不是什么浅显的题目 出题的老师很认真的在给考生挖坑 经大不说集结了全国最优秀的学子 但每个放在人群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能让他们挂科的试卷难度不会低 可 周颖好半赏都没有动作 他只是张了张嘴 然后再度看了一遍秦染的答卷 他没有错一道题 让他都怀疑秦染是不是什么时候 偷了经大期末考试的答案 想起了秦染学第二专业的话 周颖默默转头 看向秦染的方向 心里稍稍安慰了一下 最少还有计算机 这四门课中秦染最擅长的就是计算机程序 大一学的程序基本上都是给新生入门的 对秦染来说就是手速问题 周颖询问答案 对照答案也用了将近二十分钟 秦染已经把试卷完整在电脑上还原了 还做出来了 随手把鼠标放到一边 他手撑着桌子站起来 看向周颖 周博士 我做完了 周颖一愣 程序也做 做完了 秦染汗手 他伸手拉开凳子 往旁边走了一步 让周颖过来看 周颖放下试卷和手机 走到秦染这边一看 一眼就看到完整的答卷系统 都是有办公室的人 周颖怎么可能不知道办公室是没有这些系统的 看到这一幕 他沉默了一下 他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也没有想到秦染竟然连计算机程序都会 最重要的是看起来还不是一般的会 周颖表情莫测 秦染靠着桌子 双手还胸 挑眉 想了想 侧谋开口 这样吧 你觉得还不够 把其他门课给我 不 周颖突然清醒 够了 完全够了 你不用再做其他试卷 他神色严肃地看向秦染 你要学合工程专业吧 好 可以 这个课程我给你批 开学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拿报告 但是自动化专业的一系列活动你要参加 这个自然 秦染挺懒散地笑了笑 你走吧 周颖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摆了摆手 记得过几天准时来学校报到 成卷见试了 这才放下手中的杯子 起身 礼貌地跟江院长告别 那您忙 我们就先走了 江院长不知道周颖怎么突然变了态度 不过猜想秦染可能考得不错 他站起来 等秦染跟成卷等人离开了 这才往自己的办公桌边走 一边走一边询问周颖 怎么回事 他考得怎么样 电脑页面还打开着 正是计算机程序的页面 江院长是隶属物理系的 没学过程序 他看了一眼 计算机程序也做完了 我等会儿让计算系的老师看看 物理学院没有计算机老师 大部分任客的计算机老师 都是计算机系的教授 所以江院长才有这么一说 周颖站在原地 本来不知道在想什么 听到江院长的话 他突然清醒 反应特别大 别 不要发给他们看 江院长被他吓了一跳 手中的杯子差点掉下来 他问 喂 为什么 为什么 周颖一言难尽地看向江院长 您不知道您的电脑上 是没有考试系统的吗 江院长点头 这个他自然是知道的 那您没有发现 他把教务出电脑上的考试系统 挪到你电脑上来了 第295集 秦汉秋隐藏身份 小提琴曲谱 周颖指了下电脑答卷页面 面无表情地开口 他刚刚看了试卷 知道计算机程序的题目 有一半是需要出题老师 写好程序的 秦染得很完整 这才大一 还没入学啊 就还不动声色地 把教务系统那边的考试程序 复制到江院长电脑上了 这要是被计算机那群人知道 那他们学院可真的就不安宁了 除了防数学系 还要防计算机系 听完周颖的话 他没再说话 只是义正言辞地 十分地冷酷地 把秦染考卷的页面删掉 至于这张考卷考多少分 一个能黑精大教务系统的人 还要改他的卷子 周颖面无表情地 把三张卷子收起来 这一边 秦染跟成卷等人出了校门 下午也正好是饭点 一行人就准备先去吃饭 成木已经提前订好了酒店 一行人坐在包厢内 成木把遮阳伞挂到了一边 秦林拿着手机 目光顺着成木的手 一直到他把太阳伞放下 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成木感觉到了秦林的目光 询问 秦林收回了目光 听冷酷地摇头 叔叔这次来京城 是要长期居住下去 成卷给秦汉秋倒了一杯茶 低垂着眼睫 十分有礼貌地开口 秦汉秋对着小伙子的印象 十分好 他也没把它当外人 略微思索了一下才开口 好像是我家里人找过来了 叔叔家里人 成卷抬谋 我是小时候被怪到宁海镇的 秦汉秋也不隐瞒成卷 拿着茶杯 沉吟了一下才开口 两个月前 有人找到了宁海镇 其他事情秦汉秋知道的也不多 那些人只让他先来京城 他看了眼秦冉 嘴角念如了一下 然后小声开口 冉冉 你愿不愿意 不了 秦冉一手支着下巴 一手翻转着手机 没等秦汉秋一句话说完 就直接开口拒绝 秦汉秋知道是这个结果 小时候秦冉就跟他不亲 他多关注的也是秦宇 可现在 秦汉秋心底暗叹了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叔叔 你们现在住哪儿 成卷感觉得出来秦冉 对秦汉秋的态度挺冷淡 不过他对那个臭弟弟的态度挺好 秦汉秋回过神来 不知道 要等一会儿秦叔才有人联系我 成卷点点头 他斜靠着椅背 手搁在扶手上 看了眼秦冉 然后笑 等确定地址了 您发微信给我 他跟秦汉秋早就互相加了微信 秦汉秋拿着筷子 我知道 秦汉秋跟成卷处得比较自然 两人这一顿饭又喝了一点酒 叨叨叙叙叙地说了很多 大部分都是秦汉秋在说 成卷就停着 秦冉这一次吸引了上次的教训 没让两人喝很多 吃完饭 秦汉秋口中那个秦叔还没联系他 秦冉手敲着桌子 等到有些不耐烦了 他就偏了偏头 询问秦陵 你们那个秦叔怎么回事 不知道 秦陵低头玩着手机上的小游戏 秦冉问话 他才抬了抬头 秦冉还想说什么 秦汉秋兜里的手机终于响了 他口中的秦叔也终于给他打了电话 电话里的秦叔询问他的地址 秦汉秋不知道这个酒店的地址 就下意识地看向成眷 成眷说了一个名字 等挂断电话 秦汉秋才站起来 对成眷道 不用陪我等了 秦叔马上就来了 成眷看了一眼秦冉 对方等得不耐烦了 低头慢吞吞地拨开了一根棒棒糖 一行人到了楼下 天还没完全黑 但路灯已经渐次亮起 秦汉秋站在一个路灯下 朝秦冉等人摆手 你们先走吧 路边蚊子多 行 叔叔您自己小心 成眷礼貌地跟秦汉秋告别 我们先回去了 确认秦汉秋的那位秦叔会到酒店边来接他 成眷跟秦燃两人没多等 就先离开了 秦汉秋站在路灯下 低头看了眼秦琳 秦琳还在玩游戏 她抿了抿唇 开口 小玲 你以后要是有钱了 要记得你姐姐 秦琳依旧玩游戏 没抬头 我知道你小时候经常逃课 去你姐姐学校 秦汉秋伸手拍拍秦琳的脑袋 叹息一声 不再说话 秦琳手顿了一下 从她很小的时候 她就听到周边有人说她跟她那个姐姐一样 所以她经常逃课 没事就去宁海中学看别人口中的她的姐姐 两人说话间 一辆车缓缓停在两人身边 就他们 副驾驶上 一个头发略像花白的老人眯着一双眼睛 打亮着秦汉秋二人 声音十分冷淡 驾驶座上的中年男人点头 老人淡淡地收回了目光 十分失望 没老太爷的半点风范 让他们上车吧 先不回老宅 开到云锦小区 中年男人开口 听说二爷还有两个女儿 别找了 老人摆手 语气依旧很淡 也没什么表情 不用 中年男人没有再说 只是打开车门去找秦汉秋二人 与此同时 秦宇也回到了沈家 她今天整个人都不在状态 使魂落魄地不知道在想什么 沈老爷子等人都在等秦宇吃饭 一看到她 脸上止不住的笑容 与其温和地询问 雨儿 今天表演赛怎么样 还行 秦宇握紧了筷子 低着眼眸 不让林婉他们看到她 眸底的神色 我就知道 林婉文言笑了一下 雨儿可是唯一的六级小提琴手 她肯定是这次的第一 秦宇捏着筷子的手更紧 她用尽全力争取这次M州的名额 甚至于为了给恩格先生留下印象 甚至于不顾魏大师对她的印象把号码牌换了 原本以为自己考到了协会六级 就能把秦宇踩在脚下 在这次表演中一名惊人 谁能想到 秦宇竟然不声不响地达到了七级 她在这场表演赛中输得一败涂定 最后评定成绩跟汪子峰差不多 七级都能在协会申请老师收图了 六级跟七级就是一个坎 秦宇就算再自信 也不认为自己一年内就能从六级考到七级 这差距不是用时间就能弥补的 想到自己曾经对秦宇说过的话 秦宇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 林婉梅看出来秦宇的表情不对 她依旧笑着 玉儿 你的微博是不是该发一个视频了 你已经快半个月没发视频了 你的粉丝都在催呢 秦宇一直有经营微博 平日里就让人拍摄她录曲子的视频 因为她长得好看还有才 吸引了一大波粉丝 高考后她又晒了一下高考成绩 微博早就过一千万了 现在逼近一千两百万 成为了一个当红博主 每天还有各种广告商联系她 只是秦宇并不看中那些广告 从来没有理会过 并在微博上写了一句 只关注音乐 不接广告 因为这一句话 她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我知道了 马上去楼上就发 秦宇点头 她没什么胃口吃饭 就扒了几口 然后起身 我上去练琴了 楼上 秦宇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后 就翻了翻自己的库存 从里面挑出了一个视频 发到了微博上 没过一会儿 各种消息接踵而至 秦宇点开了评论页面 就看到了被赞上热门的一条评论 穆小鱼鱼 啊啊啊神仙博主 竟然会犯音 微博另一边 穆小鱼鱼 点开秦宇的视频 看了好几遍 才依依不舍地放下手机 没多久 她的亲友就给她推送了另外一条微博 你看看 这个热搜上的小姐姐 比你粉的那个博主 是不是要厉害 穆小鱼鱼 疑惑地顺着链接 点开微博 也是拉小提琴的视频 视频里的女生 她没看过 不过开场的吉察 就杀到了她 接着柴鱼 各种技巧接踵而至 听的人酣畅淋漓 只是 听到一半 穆小鱼鱼关了视频 看了微博上的描述 原创 她眯了眯眼 并气愤地留言 穆小鱼鱼 请问博主 为什么这个人的原创音乐 跟秦宇早期一个视频很像 第二百九十六集 卷爷他是真的会 云光彩团logo 穆小鱼鱼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去年因为一个热搜小提琴视频 关注到秦宇这个博主 他是学音乐的 很少有秦宇这种级别的 小提琴大师会出来当一个微博博主 还会各种学习小提琴的技巧 长得好看 小提琴拉得好 还是精大的学生 哪一个不是吸粉点 穆小鱼鱼就是其中一个 特别重的粉丝 去年秦宇的小提琴表演是他的入坑曲 自然记得特别清楚 然而他的评论被埋葬 在很多评论之下 没有泛起一丝水花 他本来想转发 但他每次基本上都能抢到 秦宇的热门评论 也算秦宇的大粉 不能在丝毫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给秦宇招黑 想了想 穆小鱼鱼就把这个博主的 小提琴视频保存下来 然后开始扒谱 做对比证据 这一边 秦宇回到亭兰 就直接去楼上接潘明月的视频了 他还有潘明月 乔生 林思然四个人都考到了精大 横穿衣中给他们四个人 还取了个精大四爸的外号 林思然一个月前就来了 潘明月跟乔生都是明天过来 后天报名 秦宇小提琴可以暂时放一个阶段 就跟他们确定明天到达的时间 我明天跟风叔叔他们一起来 下午四点多到 四个人开了群聊视频 潘明月依旧戴着黑矿眼镜 他按着眼镜 声音很小 云城到京城的飞机 每天也就那么挤班 乔生那边似乎在楼底下的沙发上 他摸着脑袋凑近镜头 我明天中午就能到 我接你们啊 林思然发现他有三张神牌就比较嘚瑟 他每天除了打游戏还是打游戏 他兴奋地开口 来呀 我们面对面开黑呀 知道他们明天都能到 秦燃心情也挺好 他坐在桌子边背靠着椅背 顺便打开电脑 电脑页面依旧没有任何图标 他随手按了几个键 就出现了一个文件库 从文件库里找出上次常宁给他的文件 调查他的几个事例主要是欧阳家跟京城研究医院 秦燃指尖敲着桌面 目光放在京城研究医院上 微微眯眼 得找个时间去一趟一二九总部 楼下 城牧正准备把那一盘草抱到楼上 门铃响了一声 他就放下花盆 去门外开门 来亭兰这边的客人一向很多 老爷子三天两头来喝杯茶 程温如没事就过来撩蛋一圈 今天晚上成金说了 差不多是这个点回来 城牧开门 以为会是成金他们回来了 没想到打开门来 是一张完全不认识的脸 对方身材高挑 穿着一身松软的休闲服 手里还拿着个精致的袋子 看到城牧 他微微一笑 犹如朗月 清雅出尘 请问秦染睡了吗 第一 叫的不是秦染小姐 第二 只问秦染睡了吗 很确信秦染是住这里 城牧接收到这两个讯号 脑子里警报响起 秦小姐在楼上练琴 我知道了 对方也没说什么 只是笑笑 冰雪之色似有融化 他伸手把手中的袋子递给城牧 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吗 没有要说进去找秦染 与其舒缓 城牧觉得比眷言那贼几把调的态度好多了 那您是 城牧接过袋子 毕竟是秦染的东西 他不敢不要 不用 他知道我是谁 男人说完 就直接转身离开 进了电梯 等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在了眼前 城牧才拿着袋子 挺疑惑地往屋内走 一眼就看到了从楼上下来的城圈 圈爷 城牧站直 城圈晚上喝了酒 倒没上头 就是身上有些酒气 洗了个澡才下来 身上穿了棉制的居家睡衣 没以往那么丰锐 谁来过 他从厨房里倒了杯水出来 注意到城牧手上精致的小袋子 袋子上很空 只有在左下角 有一个不是特别明显的 类似于某朵花的logo 他就靠在楼梯边 微微挑眉 城牧神经很大条 就是一个先生 我问他是谁 他也不回答 就说秦小姐看到东西 就知道他是谁了 应该是秦小姐很熟的人 跟在秦染身边这么久 城牧越来越淡定了 毕竟见过的人太多 更何况还有城眷 这个重磅大佬 他说完 没听见城眷回话 气氛似乎陷入 极其诡异的寂静 城牧摸了一下头 圈 爷 东西给我 城眷慢吞吞地伸手 城牧立马把手中的袋子 递给城眷 城眷接过来看了一眼 袋子里应该有些东西 不是很重 大概也就一个小茶杯的重量 他没翻 就是低头看了眼这袋子 然后又喝了一口 杯子里的水 才不紧不慢地往楼上走 停在秦染门外 敲门 秦染刚挂断了 跟乔生等人的视频 去拿背包里的东西 就过来开门 城眷斜靠着门框 修长如鱼的手里 把玩着一个袋子 有些懒洋洋的姿态 秦染一看到袋子 就知道那是什么 他转身继续自己的黑色背包 然后坐到电脑面前 不太在意 你都不好奇这是什么礼物 城眷往里面走 心情似乎又好了一点 手上还颠了颠袋子 递给他 一手漫不经心地 撑在他身侧的桌子上 秦染拿出来 背包里的笔记本 抬头看了他一眼 就伸手去接袋子 他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并不好奇 手刚伸出去 城眷面不改色地 又把手抬高 秦染本来就是坐在凳子上 他靠着桌子 没他高 这一台手 秦染再多长一只手都够不到 他点点头 行 大爷 送你了 他还不能不要了 谁是你大爷 城眷垂眸 听他这么说 他也猜到了是什么 就低头看了看 袋子里面放着一个黑色手机 秦染关掉电脑上的文档 又按了几个键打开社交软件 敷补眼的开口 哥 兄弟 送你了 行不行 城眷垂眸垂眸看了看他 他眉眼清然 语气说得漫不经心 城眷忽然笑了 不对 你等等 你刚刚叫我什么 兄弟 秦染 秦染 秦染头也没抬 前面一个 他那双好看的眉眼低着 秦染想了想 偏头 手支支下巴 哥 城眷低声笑了笑 毛底也有些隐秘的笑 他伸手把那个小袋子递给了秦染 拿去吧 你不要了 秦染接过来 这手机挺好用的 不用 城眷站直 我听到了城眷他们的声音 先下楼了 楼下 城目抱着盆花 求生欲让他没敢再跟着城眷一起去楼上 只是依旧抱着花盆坐在楼下的沙发上 先是发信息给林思然报告了一下这盆花的状态 然后又发给了老园丁 以往老园丁都很冷漠地恩一声 今天忽然回了一句 我发现你很有种花的钳制 城目盯着这句话看了半晌 不太懂这意思 大门响了一声 这次真的是成金回来了 他一边脱了西装外套 一边要往楼上走 眷眼呢 身后还跟着城温如 应该再找秦小姐 城目提醒了一句 城温如立马顿下来 没敢继续往上面走 他坐在城目对面 把公文带随手放到桌子上 腿微微搭着 城目看了一眼城温如的公文带 袋子左下角也有一个花形logo 花形很奇特 城目一向不注意成金他们的事 最近半年都是跟花围绕 他对花比较在意 城温如那个袋子上的花 他很眼熟 你这朵花我刚刚见过 他就伸手指了指 城温如的文件袋 开口 第二百九十七集 五大核心成员 文言 城温如低了低头 看了眼文件袋 他双手还胸 挑眉 哪见到的 语气显然的不太像 这是云光财团发放的文件袋 今天云光财团的投标 大大小小企业去了不少 云光财团第一次涉及到电子产品生意 然而没有人会担心这个项目会不会崩 logo也是云光财团注册没有多久的 并没有在市场上发行 楼上有脚步声 城眷正顺着楼梯 慢条丝里地往下走 丑目余光撇到 吓得一个机灵 立马闭嘴 不再说一句话 也不想再疲 而是抱着花盆往楼上走 去找秦燃 速度很快 如同一阵风 成金一愣 这速度不太正常 找我干嘛 成卷坐到沙发上 低头理自己睡衣的袖子 靠着沙发背 语气又散又慢 成温如目光还在成目的后背上 不知道在想什么 听到成卷的话 她收回目光 伸手把桌子上的文件夹扔给成卷 你看看 成卷接过来 一眼就看到了文件带上的logo 她挑了挑眉 你今天去投标了 这都知道 成温如泽了一声 不过成卷的消息向来比她多 她也没有太纠结 确实是 毕竟一块肥肉 多少人盯着呢 云光财团毕竟是亚洲的 这一方的大佬 在经济命脉上 能跟她抗衡的 只有另外的思维 这是第一次入驻京城 别说成温如等人 就连京城的几方势力 都希望云光财团能够成功入驻 毕竟能够带动京城经济的增长 有这个机会 成温如不想放过 我之前不太涉及这方面 听说是云光财团核心的一个大佬参与的智能系统 主要是人工智能跟手机吧 成温如手承在桌子上 询问成卷 分析分析 我机会大不大 零 成卷随手翻了几页 就把文件放回去 毫不客气地开口 我也觉得不大 成温如倒也不恼怒 她微微眯眼 不过云光财团这一次的动静有些大呀 手机IT市场会迎来巨大的转变 毕竟她的公司也才兴起 要钱也比不过京城的那些家族 要技术没技术 也不是专门从事电子产品 这方面还不如一个专门从事IT行业的小集团 除非天上掉馅饼 云光有很大动静 一直坐在沙发上的成金 等两人说完了 才看向成温如 肯定 成温如腿微微搭着 说得确定 就我确定 好像是IT界的大佬 今天去招标的时候 大部分IT企业都在讨论 那个几个核心人物 她不关注IT界 但也从那行人的热情中 感觉到那几个大佬不简单 成金点头 略思索了一下 没再说话 半晌后 成温如有些异性阑珊的 想要去找秦燃 燃燃还在楼上练琴吗 没 在忙其他事 成卷对成温如就没什么表情 语气也是随意敷衍 那好吧 她遗憾地看了眼楼上 开口 我就不打扰她了 楼上 秦燃把成木搬进来的花草放在窗台上 然后登陆电脑上的账号 随手按了几个键 就转到了视频页面 虽然是晚上 但对方接得依旧很快 视频里 是一张中年男人的脸 他应该是在书房中 正捧着茶杯 好征以侠地看她 大佬 我排到队了 秦燃伸手把桌子边的购物袋拿过来 为言 笑 对 没错 对面 正是常宁 你认真的 常宁坐直 被秦燃晾了两个月 他已经佛了 秦燃翻了翻小袋子 把里面的黑色手机拿出来 头也没抬 我会跟你开玩笑 常宁手撑着桌子站起来 说吧 明天哪里见 我定时间地点 还是你定时间地点 不用 秦燃按了开机键 等他自己加载系统 这才抬头看常宁 我明天直接去总部大楼 顺便查点资料 怎么都行 常宁也无所谓 是不是顺带看他了 排到队就好 就跟你说一声 秦燃余光看着手机 上面的系统已经显示 加载完成了 不紧不慢地 先挂 他伸手挂断了视频 这才看向新的黑色手机 这是他在M周回来前 给云光财团的一个策划方案 内容有些复杂 云光财团用了两个月 才做出来的概念机 很薄的一层 拿在手里几乎没有手感 秦燃又拿出来纸袋里的一张纸 里面是一张A4纸 完全的白纸 上面写了一行字 大概内容就是这款手机 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音速花的logo 如果真要有个名字 那就是POPPY 并且云光财团要发展一条 音速花logo的线 除了手机 之后还有一A系列的机器人 只是机器人成本大 技术繁杂 云光财团并没有公共售出 还在研发阶段 最新抛出来的是手机 秦燃笑了笑 他把纸折起来 随手放到抽屉 然后试用新款手机 请进行瞳孔认证 依旧是很机械的虚拟音 秦燃认证 然后连了网 随手打开一个网页 两只手随手一划 网页如同铺开了一层信息网 在他面前投下了一层虚拟投影 主题色调是蓝色的 打开的网页也是云光财团的智能信息网面 秦燃靠在椅背上 手支支下巴看着虚拟投影 然后想了想 拿出背包里的黑色厚重手机 扔到桌子上 看看你弟弟 黑色的手机没有亮 只嗡嗡地响了两声 像是在抗议 秦燃偏了一眼 也不管他 把手机放到一边 就拿着睡衣去浴室洗澡 他关上了浴室的门 两分钟之后 黑色厚重的手机亮了一下 与此同时 常宁家 他住在市中心 买下了最高的一层楼 这个点站在落地窗边 能看到城市的繁华喧嚣 不过他这个时候显然是没有兴趣 他出了书房 倒了一杯冷水 喝了一口 才坐到沙发上 冷静一下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他又给秦燃发了一条信息 可以告诉其他人吗 他说的其他人 自然是一二九的核心创始人 没几个人 他跟和尘早就知道秦燃 但没告诉那些人 毕竟秦燃年纪实在太小 没一会儿 就得到了秦燃的一个字回答 行 常宁立马切换社交账号 点进去一个企鹅群 明天孤狼来总部 有谁在附近 渣龙 老大你没说错名字 渣龙 孤狼 渣龙 什么 渣龙 渣龙 震惊 不能怪渣龙震惊 129最出名的就是元老五人 其中孤狼更以没有任何败迹的业务成功 登到神坛最顶端的 很简单 上次连国际刑警马修都要点名 找孤狼接单就能看出来他们之间的次序排位 当然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因为只有孤狼是黑客 其他四个人都私底下都见过面 互相很熟 而孤狼除了接单 别说露面 连他姓氏名谁都不知道 这会儿突然要说去129俱乐部 渣龙觉得信息量爆炸 常宁 再刷屏禁言 陈鸟 我在外地跟个采访节目 明天下午能回 巨额 孤狼 我兄弟他在京城 他竟然也没说一声 我在边境 他真的要来吗 渣龙我也不在京城 不过可以晚上赶过来 不说了 我去开车 渣龙说着就下了线 另一边的巨额有点难受 129好热闹 我也想去见我兄弟 陈鸟 几个元老都知道 三年前 巨额在边境进行一场恐怖交易 差点被马修抓到 要不是孤狼 常宁跟巨额的手下 可能要去国际监狱救他 从此 孤狼就是巨额单方面的大兄弟 常宁 你别来了 你一来几个大佬肯定知道 到时候动静太大 巨额 常宁 你自己做什么生意的 你心里没点数 还想要孤狼救你一命 微笑 第二百九十八集 成功会面 替城 和尘看了眼群 笑了笑 陈鸟 据我所知 掌管着水陆空三大出行的大佬 就在京城 信不信你刚坐上四人飞机 还没飞过边境 就会被人打下来 和尘最近有接触这方面的事情 查到了水陆空这位大佬手下的一系列信息 最近一些年的活动都在京城 他敢肯定这位大佬是京城人士 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位 藏得跟他们家孤狼一样深 巨额觉得还是小命要紧 我觉得改天请我大兄弟来边境 和尘看了一眼回复 轻笑一声 巨额网络上跟真人几乎是个极端 他放下了手机 何姐 我们收工了 身边的一个女生看了他一眼 何尘点头 重新拿好背包 可以 还有最后一个报道 你们跑一趟 我回京城有点事 他拿了车钥匙 直接离开 他走后不久 一位身高腿长的男人 从大门里出来 一行记者连忙围上去 曲总 曲紫霄一双漆黑的眼眸 往人群一扫 没有在人群中看到熟悉的人影 他不由皱眉 跟开发商应付完一些记者 曲紫霄坐到了自己的车子上 曲总 有电话副驾驶的秘书拿着手机 曲紫霄皱眉 不接 秘书压低声音 是欧阳小姐 曲紫霄顿了顿 伸手拿过来电话 表情变得和缓 一日 诚老爷子一早就来到了亭兰 坐在早餐桌边 跟秦燃等人一起吃早饭 神色状态看起来都非常不错 成卷刚从楼下晨跑完上来 秦小姐 丑目咬着一块面包 询问秦燃 你为什么每天不训练 还能这么厉害 她就从来没有看过秦燃晨跑过 秦燃拿起身侧的牛奶 语气散漫 谁知道 成卷洗完澡下来 秦燃已经吃完了 靠在椅子上懒洋洋地玩手机 秦燃手机上的小游戏 三天没过关 秦燃在给她录屏 用的是她的新手机 很薄 成卷拉开她身侧的凳子坐下 看了她的手机一眼 才懒洋洋地伸手拿了块面包 放在一边的手机响了 她直接接起来 听完一句 她看了秦燃一眼 诗卫大师 问你要不要去进修 进修什么 秦燃没抬头 还在录屏 成老爷子也坐在一边 他吃完了正在喝茶 听到成卷的声音 他也竖起了耳朵 M州小提琴协会 成卷开口 不去 秦燃知道有这件事 他估计大概是得了第一 依旧没抬头 名额让给汪子峰 成卷又跟卫大师 礼貌地转告了一下 他挂断电话 成老爷子在听到M州的时候 拿着茶杯的手就顿住 他没看成卷 只是看向秦燃 燃燃 为什么不去M州 其实M州发展不错 你在M州协会的话 肯定会去M大 身后站着的成管家点头 小鸡灼米一样 坐在成管家对面的成木 看了成管家一眼 成管家咬牙 又来了 秦燃已经通关 录完屏 然后把这个视频打包发给秦灵 这才看向成老爷子 下意识到坐直 M州太小了 成老爷子本来还要继续跟秦燃解释一下去M州发展对他本身的好处 猛地听到这一句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M州还没一个云成大 大小了 秦燃继续解释 M州是国际势力金融发展中心 几乎就几大势力驻扎着 繁华又动荡 因为不属于任何一方的 所以扩展地域并不大 但这不大也不是一般的城市能比的 而且繁华程度也是极高 至今老爷子都没有听过有人用小来形容过M州 他神情恍惚地看向秦燃 却 确实不大 城管家看了秦燃一眼 突然有一种秦燃跟他们家三少一样贼几把调的气质 纵骨灌金 谁敢说M州小 吃完饭 城老爷子跟在城卷身后 带秦燃去逛了商场 帮他买开学需要的东西 京大的不成文规定 大一上学期 每个人都必须要住宿 以前城温如跟城卷的东西都是城家制备好的 城老爷子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来大商场 城卷那样子就不像是会逛商场的人 至于秦燃 商场人多 他宁愿跟合尘一样去地摊卷衣服 最后还是城管家出面 解决了满场尴尬 买完一系列东西 城管家让城家的司机送回亭兰公寓 秦燃跟城卷一行人去楼上餐厅吃午饭 吃完午饭 秦燃就准备去129看长宁 见朋友 城老爷子关心了他一句 在哪儿 一个人去安全吗 秦燃说了个大概地址 城老爷子点点头 那让司机送你去 等秦燃走后 城老爷子才眯了眯眼 他在京城待了几十年 自然知道京城的局势 秦燃说的那条可不就是黑街 几乎不受任何视力掌控 然然一个人去没事吧 城老爷子看了城卷一眼 忽然十分生气 你怎么不陪他去 二十多年了 城家老爷子第一次对他的老来子发火 城墓坐在一边默默喝水 他没有说话 只是心里给城卷点了根辣 家庭地位堪忧 京城 黑街 秦燃下了车 让城家司机离开 他把头上的鸭舌帽压低 又拿出口罩给自己戴上 一边给常宁发信息 一边朝一二九的基地走去 微信上 正好收到汪子峰发来的贵谢表情包 常宁一直在捧着手机等着秦燃的消息 看到秦燃发了微信 他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 一边拨通秦燃的电话 一边往外面走 常所长 楼底下的人第一次看到铁面无私 冷酷无情的常所长这样的表情 不由意外地开口 常宁朝他们点点头 就出了玻璃门 站在大门口张望着 没多久 就看到一道穿着白色T恤的身影 对方压舌冒颜压得低 还戴着口罩 看不清脸 但身上气质却是怎么也是掩盖不掉的 不太容易人群的冷酷 偏又带了点蓝散 跟常宁想象中的差别不大 他招手 这边 他带着秦燃上楼 给他开门又帮他按电梯门 这态度惊了一楼的普通会员们 等电梯门合上 一楼的会员们才面面相去 刚刚那是常所长吧 他们这些普通会员是见不到常宁等人的 只在129内部网站上看过他的照片 是他 欧阳威收回目光 深吸了一口气 真的是常所长 一行新人十分激动 那他身边的女人是谁 感觉常所长对他很有礼貌 欧阳威在这群普通会员中 微信比较高 大家都下意识地看向他 应该是核心成员 陈鸟吧 没想到他这么年轻 欧阳威放下手机 笑了一声 其他人都点点头 应该是他 129的核心会员 孤狼跟巨恶最神秘 巨恶大家都还知道是个男的 孤狼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只有陈鸟信息多一点 一行新人还在激烈地讨论 欧阳威却是再次把目光看向了电梯 通往高层 楼上 秦燃进了办公室 扯掉了口罩 又随手把鸭舌帽取下来 放到一边 目光在办公室扫了一圈 最后停在办公桌的电脑上 我用一下你的电脑 纵然跟秦燃视频了不止一次 可真正看到秦燃那张脸 常宁还是觉得有很大冲击 他站在门口停了一下 手机又响 低头看了看 常宁就关掉 然后看向秦燃 你随便用 我下去再接个人 秦燃知道应该是那几个人 合尘肯定是不用接的 他随意地拉开凳子坐下 抬眸挺好奇 谁 常宁神秘地一笑 没直接告诉秦燃 等他上来你就知道了 他说完就开门出去 并带上了门 第二百九十九集 京城又极其大佬 常宁出去后 秦燃打开了一二九网站 都是一些内部资料 不能转录 需要高级会员的权限 常宁的账号是自动登录的 就查个资料 秦燃也没有特别 去登录自己的账号 直接在搜索栏打下了一行字 京城第一研究院 一二九的资料非常全 从基本介绍到 上第一研究院的人 到里面掌握的几个工程 京城的四大势力 研究院就是其中一个 这些势力几乎就是站在这个圈子的顶端 几乎被四大家族掌控 第一研究院背后就是徐家人 主要研究的就是核动力工程与核能 里面的分支很多 各种核技术的实验研究 机械设计 京大A大名下的物理系 都是第一研究院下的 每年两个院校之间都会有人才输送 相互竞争十分激烈 想要学校在世界排名往前更近一名 研究院的资源分配跟支持非常重要 京大跟A大物理系大部分出名的教授 都是在研究院从事项目的 研究院也会派出更有资历的教授 去两院校教各方面的人才 秦燃慢慢往下看 一眼就看到了京城第一研究院的院长 方振博 他看着这个名字 放在鼠标上的手紧了紧 好办赏后 他跳过了年线 去查看几十年前的事情 只是几十年前网络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研究院的资料大多数都是写在档案上 第一研究院应该会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 一百二十九成立不足十年 最多也只追溯到二十年前京城医院的事 再往前就没有了 楼下 常宁刚走到大门外没有多久 一辆红色的跑车就从街口转角处呼啸而来 呲啦 很刺耳地与地面的摩擦声 驾驶座上的人取下墨镜 没打开车门 只是手撑着车窗直接从里面翻出来 他穿着纹着骷髅头的T恤 下身是一身破洞牛仔裤 扎龙不是第一次来一百二十九 也不是第一次见常宁 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大门口处的常宁 他随手把墨镜夹在领口 朝常宁挥手 笑得毫无攻击力 老大 常宁对待他就没有孤狼那么温和又礼貌了 直接瞥了他一眼 进来 冷酷又无情 扎龙脱着一双破板鞋 懒洋洋地跟着常宁身后 这会儿一楼的几个新会员还没有走 扎龙目光东张西望地 看到一楼新会员 尤其其中还有个美女 她眼前一亮 伸手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嗨 常宁没有看他 侧身按电梯 扎龙这会儿急着见孤狼 对这些新学员也没那么大好奇心 见常宁进了电梯 还要按关门按捏 他连忙闪身进去 一楼的一行新学员自然也没有见过扎龙 不过能跟常宁走在一块 不说核心成员几个元老 最少也是高级会员 不说高级会员 我什么时候能升到中级会员就满足了 一个普通会员羡慕地开口 欧阳小姐 你是不是快要到了 有人询问欧阳威 电梯内 老大 孤狼到了没 是在你办公室吗 扎龙双手抄着兜 侧眸看着常宁 他话多也停不下来 他今年多大 应该比我大吧 不过他那么冷酷 肯定要比你小 大概三四十左右 他本人是跟巨恶一样冷漠又无趣吗 会不会很可怕 老大 你怎么不说话 一二九的这五个元老 大多数都比较沉稳 秦阳年纪小 也沉得住 当然 暴躁时另当别论 和尘就不说了 大概因为生长环境 他是最稳的一个 巨恶虽然网上话多 但本人比较冷 只有扎龙 常宁至今不知道 为什么其他人眼里的大神 话为什么能这么多 比麻雀还烦 叮 电梯门打开 常宁走出去 感觉空气都清新了不少 老大 我感觉你的表情 让我有点害怕 老大 你为什么不回我 常宁加快步伐 走到办公室门 便直接打开了大门 扎龙跟在他身后 他来过常宁的办公室几次 也不陌生 一眼就看到沙发 空的 老大 孤狼 他话说到一半 看到坐在常宁 原本办公桌上的人 忽然停下来 常宁关上门 也没管他 看向秦阳 询问资料找到没 还差一点 秦阳靠在老板椅上 随意地搭着腿 一手搁在脑后 声音不紧不慢 第一研究院的资料 十年前就有断层 差不多 常宁也不意外 129能查清他十年的底细 已经很不容易 其他的 就算是另外三个大家族 也不知道第一研究院 这十年的底细 常宁一边说着 一边倒了两杯水 自己喝了一杯 另外一杯递给秦阳 然后给秦阳介绍 扎龙 扎龙是话多 但作为129的人 他智商并不低 一看到秦阳坐在 老板椅上的时候 大概就猜出了 他是谁 他看着那张过分年轻 像是刚高考完结束的脸 终于找回了 自己的声音 孤狼 秦阳手支着下巴 骷髅上一破洞裤 流浪鞋 跟他想象中没差多少 他好看得眉眼微微跳着 冷酷十足地嗡了一声 你多大 二十 秦阳把水喝完 语气漫不经心 扎龙卡壳了 人生第一次 他竟然不知道 要说些什么 这态度 确实是孤狼没错 为什么是个女的就算了 还这么年轻这么好看 129元老级别的人物不到20 你让今年新家的普通会员情何以堪 扎龙挠了挠头 又从刀里摸出来一根烟 思考人生 半晌后 又低头 觉得自己今天穿错衣服了 二十分钟后 办公室内 扎龙悠悠地在合成耳边念叨着 谁能想到 孤狼今年才刚上大衣 是个女的 何臣把背包往沙发上一扔 听完 他只是瞥他一眼 点头 孤狼大概也没想到 扎龙是个画廊 几个人都是网上神交已久 但正式会面跟秦阳当初第一次见何臣一样 没什么尴尬 四个人坐在办公室聊了几个小时 何臣才要把秦阳送回去 扎龙非要跟着他们俩 最后扎龙坐在了副驾驶 秦阳坐在了后座 何臣问了地址之后就开始导航 京城地大 何臣一直待在边境 也就最近一年才回来 还经常出差 对京城不太熟 孤狼 你怎么会突然见我们 你竟然才二十岁 孤狼 巨鳄一直叫你大兄弟 孤狼 后座 秦阳终于取下了耳机 他开口 停车 我到了 扎龙望向窗外 这边都是商业区 没有看到居民住宅 疑惑 这么快就到了 何臣看了眼后视镜 在路边停了车 秦阳拿着鸭舌帽 下车 就是这个时候 何臣车中导航好听的女声传出来 前方三百米处红绿灯口左转 扎龙立马转头 他以为秦阳看错了 还没到 孤狼你还没到 你快上 闭嘴 秦阳把帽子往头上一扣 眉眼一扫 又冷又不耐烦 我说到了就到了 他转身往路边走 今天巨鳄虽然没来 但常宁接待了三个人的事情 也被京城一部分势力收录到 扎龙本来就想来看看孤狼 看到何臣和秦阳本人都几乎常驻京城不走了 他就回到一百二十九 让常宁帮他安排住所 默默地 京城的大佬也开始越集越多 与此同时 京城机场 宁晴刚到 京大明天正式报名 宁晴一个暑假都在云城接待客人 在秦宇要开学的时候 他也来了京城 照顾秦宇的学业 宁晴这次来京城 沈家人非常客气地派来人来接待他 来接他的还是沈老爷子身边的一把 跟他第一次来京城的时候态度不一样 礼貌又热情 热情到过头 比去年秦宇被戴老师收徒还要过 宁晴亚裔 舅夫人 我们顺路去小提琴协会接表小姐 对方十分尊敬地开口 沈家的车开往小提琴协会 第三百集 悔不当初 名额给汪子封了 小提琴协会 秦宇还在坐在电脑面前 看着电脑页面的排名 好半赏 直到手机响了 沈家的电话打过来他才回过神 他烦乱地关掉了电脑排名页面 站起来往门外走 最近两天小提琴协会的人讨论的大多都是表演赛的事情 大出风头的是秦燃那一行三人 尤其是秦燃 秦宇实在不想听他们三个人的任何一件事 他知道第一名会去M州协会 刚下电梯 还没走出大楼 就看到大门前围观的一群人 吵吵嚷嚷的 似乎很热闹 秦宇对这些不太关心 但是他看到路边的汪子峰跟恩格先生那一行人 他们在看什么 他看到 疑惑地问了一句 戴然向他介绍过恩格先生 秦宇自然知道他在M州是什么身份 只是汪子峰为什么跟恩格先生在一起 若是秦燃他能理解 汪子峰不过是五级学员啊 师姐 身侧田义云摇了摇头 不太清楚 他们好像是在说一个什么名额的事情 田义云入会太早 并不知道M州的这些事 秦宇却像是被戳中什么似的 整个心脏似乎要从心口跳出来 他声音一紧 连自己都没有发现还带着些颤抖 名额 秦燃 身侧有老学员认出了秦宇等人 听到他们也感兴趣 立马兴冲冲地回头 不是秦燃 是汪子峰 去M州的名额本来是秦燃的 不过听魏大师说秦燃要专心学业 他就把名额让给汪子峰了 他一脸羡慕地看着汪子峰的方向 对了 你们知道M州协会是什么地方吗 他在国际的地位就如同我们 京协在国内的地位一样 是无法撼动的权威 田义云不知道M州是什么地方 可听老学员的形容就不是什么普通地方 他一脸向往 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嫉妒地看向汪子峰 秦宇脚步却是踉跄地往后退了一步 M州是什么地方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甚至于去过M州的秦宇知道的比老学员要多很多 那里就是全市的化身 他为之努力了一年也不能去的地方 秦燃就这么随意地让给了陌生人 秦宇还在疯狂地想着 身侧的老学员又紧接着开口 对了 不仅仅是M州名额 听说魏大师还收了田萧萧跟汪子峰为寄名徒弟 汪子峰跟田萧对运气可真特么好 秦燃把名额都让给他就算了 魏大师竟然还能收他们做寄名徒弟 还有老学员说着又看向田萧萧 听说魏大师收徒是因为汪子峰他们两人是秦燃的组员 你们这一介人真幸运 早知道我也晚两年入会 说不定也能当秦燃的组员 不说去M州的名额 我最少也能当魏大师的寄名弟子 这句话一出 别说秦宇 田萧萧身侧本来就后悔莫及的李雪心口又被狠狠插了一刀 接下来的话 秦宇一句也不想听了 他拿着自己的包 失魂落魄地出了大门 脑子里还在回想老学员的话 两个普通队员就能让秦燃这样 羽儿 你没事吧 沈家车边 宁清远远就看到了秦宇 立马从车子上下来 看到秦宇的面色有些白 他抓着秦宇的手臂 紧张地上下看了一番 八月底 天气依旧十分燥热 秦宇却觉得内心都是凉的 他摇了摇头 直接坐上了后驾驶座 一行人回到了沈家 一路上秦宇都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窗外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宁清不知道秦宇怎么了 也不敢打扰他 只是默默跟在秦宇身后 到了沈家 沈老爷子等人都在等秦宇 跟宁清回来吃饭 你们回来了 林婉面对宁清的时候 一直高高在上 有种木空一切的意味 此时却亲切地跟宁清打招呼 让宁清诧异的同时 又极其不习惯 沈家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 秦宇又做什么了吗 秦宇今晚没有胃口 直接摇头 你们先吃吧 我去楼上练琴 宁清在沈家人的热情招待下 吃完了一顿饭 然后敲开了秦宇房间的门进去 秦宇房间比上次他来沈家的时候 装置还要好得多 你没事吧 他把秦宇的饭端到秦宇房间 搁在桌子上 看他 秦宇刚洗完澡 正坐在椅子上拿毛巾擦头发 围炎 摇头 没事 他心理素质强大 表面上已经看不出来任何异样 宁清看了他半晌 确定没事了 才输出了一口气 现在他的人生只剩下秦宇一个指望 宁清对他的关心程度可想而知 鱼儿 我感觉今天你小姑他们态度不对劲 宁清坐在他的床边 疑惑地开口 态度不对劲 还不是因为看到秦宇被魏大师收徒了 秦宇拿着毛巾的手一紧 低头 另一只手的指尖几乎要戳破掌心 他几乎都能想象 秦宇这会儿要回来 沈家跟林家会是怎样的普天同庆 两天过去 沐小鱼鱼已经把秦宇的小提琴谱子扒出来了 沐小鱼鱼先扒的框架 把秦宇的小提琴高潮分界位置都给标出来 听第一遍的时候他没有用心去记 很明显地沉浸到那种状态中了 听了好几遍才记下了大概框架 然后继续扒各种难点片段 越是听越是扒 沐小鱼鱼对秦宇的这个曲谱就越惊艳 秦宇一年前的谱子沐小鱼鱼早就扒出来了 对比过后 他很轻易地能发现确实有好几个片段很像 但秦宇的明显更加大气 格局也更大 至于秦宇一年前的那场演奏 对比起来简直毫无特色 如果中间不是隔着疑似抄袭这件事 沐小鱼鱼觉得自己很容易爬墙 他看着两张曲谱 还有对比巧合程度 已经不仅仅能用巧合来说明了 沐小鱼鱼内心的纠结可想而知 秦宇是他第一个粉上的博主 秦宇则是他在八谱过程中无意粉上的人 好伴赏后 沐小鱼鱼才看着惊鞋的官方号 打开了私信 询问 请问 你们最新发的那条微博小提琴手的曲谱 是什么时间原创的 惊鞋的微博号一直没有回复 沐小鱼鱼眼睛盯着微博的私信 想了好伴赏 最后还是点开了秦宇的私信 询问他秦谱的事 秦宇并不知道他的一系列二三事 他下了合尘的车 又重新打了个出租车回去 这次的司机是个中年男人 话很少 一路上就说了两句话 秦燃凝着的眉头松下来 看了眼群 乔生跟潘明月等人已经到京城了 林思燃刚接到乔生 正在大群里呼叫班长 晚上要上星 亭兰 程老爷子并没有回程家 只是坐在沙发上 端着一杯茶 眉眼挺严肃的 不知在思考什么 身侧还坐着程温如 他靠着沙发坐着 腰背挺得直 冉冉去见朋友了 什么朋友 程老爷子刚想说他没问 秦燃就推门进来了 听到了程温如等话 他随手拿下头顶的鸭蛇帽 放到一边 几个以前认识的网友 去见网友了 程老爷子坐着身体 声音严肃 现在网上骗子多 一个女孩子 见网友不安全 下次去见网友 身边要带个人 程牧去厨房内 给他端了一杯茶 放到了程老爷子 对面的茶几上 秦燃坐好 端起来茶 与其与以往 没什么两样 没事 大家都很熟 有一个女记者 之前在云城见过了 程牧坐在沙发的另一边 也刚打开一瓶冰啤酒 刚喝了一口 听到秦燃的话 他差点喷出来 就那随便拿出一管药 都是一百万的女战地记者 他想起了那些年 被普通朋友支配的恐惧 程老爷子跟程温如 都没有关注程牧的脸色 两人都还在教导秦燃 不要随便出去见网友 秦燃就安静地听着 说了十分钟之后 等程卷跟程金也从外面回来了 两人才收住了话题 去饭桌边吃饭 吃饭的时候 程老爷子的手机响了一声 他接完 表情有了些变化 程管家询问 出事了 出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